好 另外就是 我们现在媒体有一个独家是 原来我们不是只有熊二熊三飞带 我们现在熊三还有什么样 熊航 熊准 而且试了20次 全部都完整的命中 完整命中你说 这个东西很妙 第一个是我不但真诚 我的速度不但变快了 我打得更准了 这后面有美国的影子 对 因为我们大家之前 熊三飞让物色的时候 打到一个渔船 我们都觉得熊三飞让很厉害 对不对 可我现在看完整个媒体的独家 完全不同世代 我们现在熊风系列飞弹 已经跟美国的技术是对接的 这才是真的令人害怕 跟美国对接 对 这才是让中国会害怕 跟单线的地方 现在状况是这样 因为终于完全解密了 熊三飞弹系列现在 其实是变成三个 一个叫做熊航 熊准跟熊智 这三种飞弹 第一个先讲熊航 熊准 先讲结论 结论熊航可以射2000公里 熊准可以射800公里 这两个飞弹 四射20次全部命中 所以这东西就变成是说 你不要跟我罗尼巴说什么 100% 对 能不能打嘛 拉出来66就知道 先讲结论嘛 四射20次全部命中 所以你要知道 中国军舰如果敢开到台湾海峡的话 要打真的太简单了 熊航是什么 它射程是2000公里 它现在被国军定调尾 叫做进击音速反舰飞弹 它是这样子 它打出去的时候 会在大气沉平流程这边 去做所谓的巡航 然后它会到你的上空 就是目标船船上空的时候 忽然由上而下的往下加速 加速过程的时候 它说速度会接近几音速 就4.5马赫 它说目前来说 所有敌人的雷达蓝道 只有30秒你可以逃 你30秒逃不掉 你就没有了 所以你只有30秒的反应时间 而且它说几乎美国评估了 所有的反舰飞弹 打下去 所有防空袖 打不到就打不到 这个雄航飞弹是可以穿透 所有反舰系统的 唯一有可能把它打沉下来是什么东西 在平流程飞的时候 有可能把它挤落 对 可是这个挤落过程中你知道吗 你觉得想好 它这样有变轨的功能 变轨 对它的平流程可以变轨功能 它说这个雄航飞弹在平流程中 可以随时接受无人机船舰 或地上指挥部的指令 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 去做变轨 这个很难吗 当然很难 因为你在平流程的时候 你某程度 你会有很大的惯性 对 你往前跑是利用它的空气力学 所以你要在这个时候 脱离空气力学的时候 就我等一下要讲 它的吞进系统是完全不同的吞进系统 所以因为它会变轨的原因 所以变轨是说 就算中国争扎到 它预测我们可能要打A目标 它最后可能也打的是B目标 就当B目标发现 我才是被攻击者的时候 不好意思 你30秒时间你可以逃跑了 逃不了你就完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雄船飞弹 800公里的射程虽然没有雄船准 可是它的隐蔽性更强了 它被定调为像说 超音速的巡弋反舰飞弹 什么意思呢 它打出去猎海飞行 我们常常看到美国AGM-158C系列飞弹 都是猎海飞行 可是猎海飞行 并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简单 为什么 因为在绿海飞行的过程中 你的飞弹会受到海浪的影响 以及海坡的影响 所以你的巡标器 很容易失误 绿海飞行就这样 可是拍摄这个巡标器 老美也给我们了 所以雄航跟雄船 分别具备不同的功能 最后叫做雄质 雄质它是干嘛 把雄风飞弹体积缩小 让我们可以放到哪里 IDF上面 所以这是雄质 所以雄航雄船雄质 这三大飞弹 让台湾的雄风飞弹 脱胎换骨 那很多人会问 老美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技术 让我们有办法发展 第一个超音速巡航技术 第二个主动雷达巡标技术 第三个推进系统 第四个弹头引炮 推进系统跟超音速巡航是一起的 我就不特别讲 可是主动雷达巡标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关键 让我们突破什么 电子干扰 因为中国的船舰 它也知道会被打 被打的时候 它也知道 现在主流就是主动雷达巡标 所以他们会发出干扰讯号 让这雷达巡标技失常 可是呢 不好意思 现在这个主动干扰的系统 我们有老美给我们了 另外一个弹头引爆 什么叫弹头引爆 因为我们定调这些飞弹 叫做航母杀手 打航母你不要想一发集成 可是你可以一发 让它失去作战能力 就是莫斯科号的状况 对 第一个你要打得准 第二个打进去的时候 弹头引爆是打了顺天不爆 塞进去的时候 穿进去 穿进去再爆 这东西就是说你打到它的 不管是弹药库 然后它的指挥中心 乃至于打到它的航空母舰 这个所谓的上面的跑道 对 都有可能摧毁 就像打莫斯科号一样 对 你仔细看莫斯科号上面就三个洞 不多 可是这三个洞都打到 一个打指挥船 一个打弹药库 第二个打什么排水的阀门 那这三个不多 可是三个洞 刚好让莫斯科号失去动力 所以因为这些技术 让我们的军国产业 非常非常强 我们这一期就谈到 广交所是中国的经济橱窗 你广交所办不办的成功 就代表你这一年 外面的订单到底多不多 这个订单到底扎不扎实 结果今天我们这边讲 广交所怎么最近 外面排很多人 里面非常稀稀疏疏 但有人讲不对 他说你们关键讲错了 里面还是有人 只是说以前欧美的人变少了 中东跟非洲的人变多了 所以真的没有欧美人了 是 我们之前看讲说 其实你看都没有看到金毛 没有看到那种金法币的 我们就会认为说 事实上那个欧美人 感觉上很少 他说没有 因为你们只有看金法币 没有看到黑头发的 他说里面非常多的 非洲国家的人也有去买 再来就是说 他们每天招待的这些 感觉上都是以非洲 西亚跟中东为主 尤其是非洲国家的人占了一半以上 所以他认为这一次广交所看起来 这个整个成交的金额跟订单的量 真的叫过往来比 少三成都还在保守估计 少三成 那之前你在谈到 现在对整个中国的经济 真的造成影响吗 而且我刚刚讲的 他现在最可怕的是 年轻人的失业率真的太严重了 严重到什么程度 他们的官方媒体 居然鼓励你去收旧货 对 这真的很夸张 现在我们都知道 他们之前讲说鼓励学生去什么上山下海 然后早点都是去一些锻炼 结果现在就有一个视频出来 大家怎么炸锅 什么视频呢 竟然有个女生 她说我跟你说 我现在也是很好大学毕业的 可是我过去 2018年毕业之后 做了这个女生 她说我做了四五年办公室工作 我觉得很无趣 我觉得每天生活一成不变 我决定来回收 结果后来她就说我告诉你 我回收之后 我整个人世界整个大开阔 我的再也不是一个 对 就同一个人 但是因为你看她就这样提 然后人家讲说 你这个太造假了吧 第一个东西 我从来没有看 这个网友就说 从来没有看过 你看她搬的所谓的冰 冰冰冰 有那么轻松吗 第二个你看你看 她连这个旧纸板 她的动作之不熟练程度 她说连我妈都弄得比你好 第三个她就想到说 你自己上镜头你还化妆 你还干嘛 完全不像是这个 所谓真的是回收资源的人出来的 反而感觉像是摆拍的 就这个人就说 她很好笑 她说我告诉你们 不要看不起这个工作 这个工作我一做 我现在每个月收入 都有破万元的 就人家马上就说 你脖子上那个是 Cionel的项链吧 你怎么可能会有那个 真正的回收人员 是脖子上戴Cionel的项链 然后出来讲这些事情 所以他们就说 你说你一个月的收入破一万元 她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有人算给她听 她说我告诉你 一万元的话呢 就是每天都要赚33块 我以前在郑州卖过纸箱 一个纸箱的一斤只有0.5元 每天你要收666斤 才能赚到333块 她说666斤 那已经是吓死了 怎么可能你一天 都收到666斤 她说她以前在那边做 一天工作10小时 收入顶多就是300块 你还要扣掉一些支出 扣掉一些交通费 所以事实上根本不可能 像这女孩子讲的 做得有那么好 所以后来这个讯息 这个影片一出来之后 反而被大家讲 她说现在怎么了 以前你要我们去养猪 后来要我们上山下海 然后去耕田干嘛的 现在要我们这些大学生 去收垃圾 你还真是有前途 所以现在整个中国 反而就是年轻 所以现在中国人没有工作 就叫你去收旧货 而且还告诉你这女孩子 在受访的时候还就说 千万不要被知识给束缚住 意思是说你念到大学毕业 就要你抬青椒毕业又怎么样 收垃圾这个东西 是有个人灵魂的自由的 扯一些大家讲说 你谁在说啥 所以这整个视频 反而让大家更觉得说 整个中国经济 似乎是出了大问题 另外一个 一样也是一个回收资源 她是一对夫妻 这个太太呢 原本是从事会计工作的 后来她先生是在国系工作 后来她们两夫妻发现 因为国系工作越来越不好 她自己的工作 也出现一些问题 后来她们也没有办法 长期照顾她们的家人 所以她们几斤思量之后 她跟她老公就决定 来做一个 这也是资源回收的 然后她的妈妈 其实也是不赞成的 后来她就在她的小红书上 记录她的一个工作的点滴 就有一个所谓的小编 就联络她说要采访她 就这女生就说 你采访我可以 可是你不要把我弄出来 因为事实上我也是逼不得已的 我也是在过度时间找一个工作 起码让我还点收入 结果那个小编就全面吹捧她们 说她们两夫妻创业 把原本好的铁饭碗工作辞掉 投入这个全新创业 然后生活品质过得越来越好 就气得这女生跳出来 她说我在我朋友的视频里面 看到我这个影片 第一个你到底是谁 你从头到尾都不知道 没有告诉我你是哪一个媒体的 第二件事情 我一开始就告诉你 我是因为现在工作的过渡期 我找不到工作 所以我才跳下来做这个资源回收 不是一心要从事资源回收的工作 然后她讲了一句重点 她说谁哪一些父母 让我们那个辛苦养活我们 是为了我们脱下长袍 来回收资源的 所以言下之意根本就不像中国关门 现在吹捧的这个情况 我来说我们最后一段时间 咱们说完 我观察 sne 得可 我们的证则 我们的证则